但是一定要保证对着对方 那接人道他也讲这个中线 那中线是什么 他也是沿着你的鼻子截尔是这样的 你不能是这么大 一定是这样的 你的身体必须是 你不管是站这么侧 这么侧 这样是我的中线 这么侧这样是我的中线 这么侧这样是我的中线 那我要是正神的话 啊这样就是我的中线 所以说大家对中线的理解 应该是这种状态 是跟着头走的 而且呢你在练行异拳的过程中呢 啊 切记一定不要打完之后 这个头直晃啊 直晃 这个人的这个头啊 要保证像鸡头 鸡头啊 鸡头大家可以看一下 鸡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怎么晃到身体 他的头是非常稳定的 就像这个防晃的这个摄像机一样 你打拳的时候也是 你不管你怎么扭 你的头还是冲了对方的 所以说你在又须顶顶尽 你的这个经济神一定要到位 意念一定要这个集中 你才能保证这个头不晃 有很多人打完之后 就头就一直动 你打的时候你必须 头一点都不能动的 必须一直盯着的 这样你的一年才能贯穿 你的整个劲才能过去 你整个一年才能贯穿 这样才可以 这个是中线 那为什么我要把中线放在丹田这里来讲呢 其实呢丹田从广义上讲分为上中下三个丹田 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 但现在很多的人认为丹田的就是下丹田 这个也是比较片面的 其实丹田分为整个一个大丹田 整个一个中间都叫丹田 而中线呢就是大丹田 你整个一个脊柱全是大丹田 你在打的过程中呢 你要充分的运用整个脊柱去打 现在有很多人用练琴拳呢 很多人是强度上背部的一个蓄力 背这么一攻 这么一打 一攻一打 其实它只是 开发到自己背部的一半的状态 如果是你真正的去 把整个脊柱全用好了话 这里我有个俏要 就是在速的话 你是从这个尾锥这开始速 也就是差不多 跟这个尾铝这开始速 这个时候 你整个脊柱就全竖开了 而在转跨的过程中呢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中线重心掉过来 然后再出拳 你可以晚出一点拳也没有毛病 没有毛病 但一定要先把这个跨掉过来 这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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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力 而不是 没等跨掉完了 你拳这么一出 你进就散了 你进就散了 没等全一出 进就散了 把这个跨掉过来之后 正好你的重心 中线重心 也就是你的脊椎已经正对了对手 这时候你这么一打 你这个力就充足 你整个一个脊椎骨全能做到对方的身体 这个才比较有杀伤力的 这是我平常打崩拳 是一个翘玩 你在真正的实战过程中 打的话 过去之后 打 其实把这个重心一变 这个定分一拧 这个重心一变 最后这么一打 它的力量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好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